柯文哲炎壓在兩個月 那麼今年跨年在牢裡度過了 來看到今天週刊爆料說 台北市議員學姐也是炎壓的關鍵 因為學姐說了柯文哲 拒絕出庭的理由跟相關案情 法官認為柯文哲有能力 跟特定人進行隔空串政 今天最新的進度是 當時學姐上那個廣播節目 今天中午輪到黃國昌去了 所以這完全驗證剛剛文哲大哥所說的 這個廣播節目幾乎變成是 民眾黨特定發生的地點 然後很有可能變成是 隔空串政的工具 我應該講這正確來講叫網路節目 因為他們是在網路上做播出的 所以這個叫網路節目 可是廣播聽得到是因為有新聞報導 會去分析 所以在廣播上是可以聽得到 而且據我所知在監獄裡面 還可以看到手持的電視什麼的 所以都還是聽得到的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最新的是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中午又去了 因為大家都開始懷疑說 最開心這個柯文哲被炎壓 有可能是黃國昌 為什麼呢 我跟各位看一個圖 這是我上個禮拜在本節目畫的 因為當時黃國昌說了一句 阿伯越觀越久越進化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這句話 對 我就想說黃國昌是希望 我有看到你畫 黃國昌是希望阿伯真的是被炎壓嗎 所以當時大家在猜測說 北檢會不會繼續炎壓 柯文哲的時候 黃國昌接受媒體訪問 既然講說他越光越被淨化 淨化什麼意思 淨化 我猜他的淨化是這樣 因為我們發現阿伯頭髮變黑了 眼鏡不戴了 接下來皮膚會變好 會環繞環桶 會環繞環桶 對對對 回春 對 但是我要講是說 大家就開始 用字要精準 那是回春不是淨化 回春 那淨化代什麼意思 淨化代什麼意思 淨化變更強 淨化有寶可夢的概念 看到會很超夢 所以我幫他 幫柯文哲畫說 你看他的力道變強了 所以我畫了一些光芒 但是我要講 黃國昌的目的是什麼 各位不要忘記 大家一直在講說 他是小草切割機 為什麼 收割機 因為小黨割收機 因為很多 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很多 他都可以在重要關頭的時候 背記然後離開 不管過去跟民進黨合作 跟時代力量合作 現在民眾黨 發生這樣的災難的時候 大家就自己說 你是要選黨主席嗎 因為文哲哥在上一段就講到 民眾黨不是要進行黨質改選嗎 那很多人就會想說 黃國昌會不會進行 這個主席的選舉 然後大家都開始揣測了 包括什麼江和樹 蔡壁如 都出來支持了 今天黃國昌接受黃光琴的時候 他也沒有否認 他直接說 有民進黨綠營的大佬 特別要我要撐住 撐住 撐住啊 因為他可能要繞跑 他之前繞跑過很多次 那時代力量繞跑 你從什麼地方泡倒 我覺得文哲哥 蠻正像的 解釋也OK啦 不是繞跑喔 好像是被趕走的吧 被趕走 他就說呢 一定要讓台灣民眾黨分崩離析的話 他認為啊 藍綠雙邊利益太大了 變得更大 那就是黃國昌這樣說法就是 他就是接下來民眾黨的共主啊 對對對 因為你要想喔 這位大佬跟他 也有可能變成關燈人 也有可能 因為你不要忘記 民眾時代力量發生什麼事 就快關燈這樣嗎 這位大佬跟他說 你們一定要加油 你們一定要成熟 要撐起這一股第三力量 那我就好奇了 黃國昌很聰明 你不要忘記民眾黨有一個黨規啊 他們規定不分區立委 是當兩年啊 明年就要換人啊 就要換人的時候 他現在又傳出說 他的子弟兵那個離什麼真的 昨天傳出來最新的 說什麼實習很久了 要不要遇上很優秀 還沒第幾名對不對 第15名 所以黃國昌下來之後 他就逮捕上去了 逮捕上去之後呢 黃國昌 他政治前途就沒了嗎 各位 那個人是我的子弟兵 對 他一定會想說 你管不分區立委 我現在來做主席剛好而已吧 剛好而已 如果柯文哲沒辦法領導民眾黨 我來剛好而已啊 所以你各位看到喔 北檢第一次讓柯文哲叫巴出來的時候 他把黃國昌這樣推開 然後黃國昌一直擠到旁邊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柯文哲連正眼都不想看到黃國昌 然後結果你看喔 黃國昌沉起了一陣子之後 這陣子呢 都是黃國昌代表民眾黨出來發言 誰能撐起呢 我想只有國昌老師可以撐起民眾黨 國昌老師要不要去新北市繼續選 我想這個他還是要看整個民眾黨未來的造化吧 我是覺得說黃國昌老師他當然目前 我說真的以政治職務上在民眾黨裡面 因為他是立院黨團的總召嘛 所以當然黨主席現在在裡面深召 那當然只能這個國昌老師出來帶領大家 那你說至於他會不會來新北市選 當然以過去這幾個 他很會談判喔 他過去 他可能會跟洪宇談判 就是在整個這個 你小博大 在整個那個中元節的時候 看到很多的小草 確實在各個社區幫他發他的扇子 我想或許冠廷也有看到 在我的選區裡面很多他都發他的扇子 那表示他真的是有已經做出那個 泰式他要選新北市市長 但我剛剛提到就未來他到底整個 民眾黨跟他的一個走勢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值得持續來觀察 所以我就覺得說也不用特別強調說 這個黃國昌是要來篡位 當然我覺得以目前來看 他就是必須要承接這個 承擔這個責任 從韋傑議員的說法裡面 他認為新北市是有可能藍白河 藍白河新北這一題待會談 我先談黃國昌 他說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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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談民眾黨再談新北市 民眾黨其實大家正視一件事 目前大家的重點都放在 柯文哲他會不會請假 為什麼這題是重要的 柯文哲他現在跟民眾黨來請假 的狀況底下就是代表 不會有代理主席 而他請假的時間快到了 他必須有個抉擇 他需不需要繼續請假 如果他不繼續請假 民眾黨之間的中央委員 就會互選推派出所謂的代理主席 所以現階段大家在角力的短期 在意是這個部分 柯文哲他如果只要跟他的律師講 簽個文件他繼續要請假 那就沒有所謂代理主席問題 繼續由集體領導 繼續由柯文哲當所謂名義上的領袖 其實一邊就繼續 但如果他不請假 因為他無法施行主席的職務 中央委員互相推取代理主席的開始 柯文哲在民眾黨確實就提前跛腳 為什麼呢 因為代理主席一出來之後 他們依照黨章規定 必須在六個月內要正式的選黨主席 時間點就有差異了 我講他本來的時間點 本來時間點是2025年的12月 柯文哲黨主席的任期到期 柯文哲任期到期之後 其實現這一段民眾黨 大家表面上尊科 可是我問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就客觀認真的認知問一件事情 2025年年底之後 柯文哲無論他是起訴不起訴 有罪無罪 柯文哲還有可能繼續選黨主席嗎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 後柯文哲時代明年後就要來臨了 可是至少這一年 柯文哲還是民眾黨的領袖 所以柯文哲他在這一年 他有沒有可能 為了要延續他自己在民眾黨的影響力 甚至他可以影響下一個主席的狀態 我要強調一個重點 柯文哲他在被壓滿四個月之後 他只要被起訴 假設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他是有可能被繼續延壓35個月的 而且他的政治生命因此必須轉給別人 稍後回來 是 是 是